今早的AT个股推介 第一个是百度的 9888 选择原因是公司上星期公布了 今年第一季度的业绩 好过市场预期 预料当中三个惊喜引擎会持续发力 第二是百度用户数量持续增加 带模型和移动生态以及云等结合 有望释放业务价值 大航级与百度的平均目标价超过180元 较上星期收市价有超过5成的上升空间 先说第一个引擎 云业务出现亏转型的拐点 中金指出百度第一季云计算首次出现盈利 展望第二季用户需求回暖基数效应消除 中金认为云收入有望重拾增速 第二个引擎是广告收入复苏好过市场预期 汇丰政券指出百度广告复苏好过预期 尤其是线下垂直广告 告成预计 广告业务第二季有望加快增长 整体利润率亦预期会持续改善 第三个引擎是百度持有4成5权益的爱奇艺进入盈利期 建议投资者等百度跌至119元吸纳第一注 回到116元可以加注 先提135元 年内目标是提168元 不过跌穿110元便适而止蝕 第二个推介是腾讯 腾讯第四季纯利增长受惠两大因素 包括三大业务 除网络广告外的毛利率表现改善 特别是增值业务 第二是降本效益继续建效 例如是员工数量第一季 按年减少了9% 带动研发行政费用佔收入的比例明显下降 不过市场对腾讯的增长预期高 压抑了业绩后的股价表现 但公司的毛利率和利润率明显改善 游戏业务建立常称游戏加新游戏的内面驱动 是腾讯业绩的优点 总括来说 腾讯第一季业绩消除了之前投资者 对游戏和云业务增长较弱的忧虑 但广告业务又未能像市场预期般过分理想 今次是一份好但未完美的业绩 腾讯基本面好但市道不就 只是适宜陈提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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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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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